这是军委最紧张的一次 因为大家接到通知 要求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这一看就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可是谁也不敢多问 只能听令行事 但不久后他们就知道原因了 毛主席去世了 顿时哀声一片 与此同时 中央也在紧锣密鼓的商量主席的身后事 最终决定保留主席遗体 供后人瞻仰 因为自发来北京调研主席的人很多 所以中央还举行了一个调研瞻仰活动 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时间从11日至16日共6天 每天接待5万人 为了防止意外 中央还安排了专门的警卫负责秩序 11日上午8时 调研仪式准时开始 人群中的许室友面目严肃 东瞅瞅西看看 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 随后他又走进休息室 拍着腰间的枪对工作人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都说了什么呢 又是哪些人在毛主席追悼会上捣乱呢 这是毛主席追悼会上的意外一幕 当天许室友在观察完人群的动静后 走进了休息室 一边拍着腰间的手枪 一边对工作人员说 今天要是谁捣乱 我就对他不客气 许室友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毛主席去世后 中央宣布调研组的组成 其中有好多人都是声面孔 从没参加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治丧的工作 但却被那些人安插了进来 这也难怪许室友会担心有人捣乱 此后几天调研活动都进行得很顺利 不过16日时那些人又跳出来了 三点水在看到许室友时 立马大声说道 许室友同志 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不起你 今天我要向你道歉 一边说一边伸出手 想和许室友握手 但许室友却没有理睬他 弄得他非常尴尬 只能兴兴的离开 本以为经过这一遭 他就能老实 但没想到却变本加厉 他都做了什么呢 最后得逞了吗 这是最让人愤怒的一幕 竟然在毛主席追到会上捣乱 当天中央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追到会开始前 依次走上高台 先面向广场群众 当主持人宣布 向主席一向三居公使 大家一起向后转 居完公之后再转回来 面向群众 对此大家都表示同意 结果张却突然发难说 那怎么行 转过去 屁股对着广大群众 不行 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说 是啊 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 毛主席的一向在高台上 居股必须前向后转过去才行 这是在政治局上早就定好的 在那些人吵吵闹闹 叶剑英 许世友等人都纷纷表态 就按定好的程序办 他们这才消停 后来工作人员将这件事 报告给了华国锋 华老听后直言不讳的说道 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好在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直到会得以顺利举行 看了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